我做不到那种疯狂了,有没有那种奇定神仙了,对不对? 有时候出去,我觉得我跟李冠说的一起,我跟炮说的一起,我觉得他发现有更加定,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我最近这两三年的进步,如果说有一点进步的话,跟我一起心心的感觉有关。 而不是单纯的看到多少卷书,多少卷书,多少熊的累积有关。 就是我个人的意义。 这是我总的这个东西给大家,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启发。 这是我一个真实的体验和经验的大家。 那么在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这是我后面讲一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对我做这么一个评价, 说短话后面,这些东西根本不是懂得去去。 没错,我没有说他,他是懂得去去。 我没有这样说,你知道吗? 我前面说了一句话,人生一门学问,我要厮守他。 完全可以沿着他的精神做一些合理的延伸,来做一些自己的探索。 就要他的精神是符合的,对不对? 我说我东西让他的真实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的女人伪分。 他们要把医生做的状况非常高上的面上去, 他们要把医生做的状况非常高上的面上去。 他们要顺从自然,顺从生命本身,对不对? 你看我后面讲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样来的,对不对? 怎么解一解,解怎么解的,对不对? 就在这哪是懂的? 其实,我没有做他识了,对不对? 我没有做他识了。 我想面对大家,我们大家有搞冥状的一些,冥状的一些, 做这样的课程,我想,大家面前面坐下来的时候, 教育的是什么呢? 教育的不是说我是哪个文派的, 我这个文派多么高,多么高, 教育的是一种实战的经验,对不对? 他这个文派的一些精神都从我们延续下来, 去看出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互相对你这么合,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美样的事情是这样。 那么这个解写这个东西, 我就有讲到了很多的事情。 前面给他提到过, 如果发一个人体, 看待一个人体的话, 所以说不同的解写程度的话, 我觉得呢, 用中医的眼光去开始做解写程度, 可以化成这样一个解写程度。 第一呢,找皮部。 你看, 这个皮部啊, 这边叫皮部。 右边是掌描 Entonces, 你开始在学中的衣薄里面, 我觉得ho叫鸡皮的。 我觉得可以 Photaria water extr call, 那样的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不对 这么在以前看来 西医现在已经认为血管 这是什么东西呢 全是管道而已 没有管道的血怎么运输 就是管道而已 但是西医后来也有改变 我觉得看来任何一个东西 东西跟西医不一样 但是很难讲谁对谁错 西医本来也在改变 后来发现原来血管内皮细胞 血管内皮它有内分泌的功能 它分泌一些激素 由此看来 血管本身成了全身最大的内分泌器官 对不对 而且内皮细胞分泌内皮细素 它有很重大的生命意义 作为什么呢 对血管这样一个同样一个东西的观点去看待 其实未来是一个观点 西医本来也在改变别分了 那么在中医看来 他说在东景昌师公的眼里头 这些血脉有它独特的含义 对不对 血脉有两部分 因为它里边流动的血 有瘀血的时候就会放血 对不对 如果脉的问题都可以调脉 对不对 大家看了没 东景昌师公说 他用十二重心的血 对不对 他用内观 西包经昌师公说他用内观 用内观干什么 能提慢吗 对不对 他讲慢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大家看他一个观点 说 为什么东景昌师公 很少在西包经上社区呢 为什么呢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西包经 它是一个特殊的位置 它是这个 它是心脏变得关 它是心脏的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它是作用的 我们倒不要轻易地去动它 当然不是了 那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东景昌师公本身就用 十二重心心脏的血 它有吗 心脏竟然都有 为什么要再去弄一个呢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如果在这里射穴的话 在董事集结里面 会认为 这条射穴里面 这些穴道 属于 它的五经里面哪一经呢 第一 东景昌不射穴 是因为不需要射穴 是因为十二重心 已经有了 那一关已经够用了 其实都有了 对不对 西包经上是有穴道的 决定已经够用 不需要射了 另外一个 如果董事公要在这射穴的话 按照他的董事 那条五条经的话 划分 按照皮泡划分的话 他会把这条 线上的穴道 划分为那条经呢 对 大家看一下 其实在他的背面 在他的前例的背面 在三交经那条线上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用火来命名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条线在董事人眼里 看他不是三交经哦 这是他的心经啊 火嘛 你看一下 很多穴道都是火来命名的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很多根心有关的命 可以扎 这条线扎到里面去都可以的 根本不是说 所谓的说那个 因为心包经 不要经常去动它 它是心上的数位部队 动它就怎么着了 那我同样再问一个问题 大腿的前侧 和外侧 设了很多穴道 对不对 大腿的前侧 设的那个通关东南路面 是调新的 对不对 四马穴稍微偏 前外侧是调背的 大腿的内侧 那个上上位是调干的 那么大腿的后侧 为什么不设穴呢 他不需要设穴 一个是方便 趴上那扎不方便 再一个他不需要设了 从前面到后面是一样的 如果要设的话 它大腿后面正中线 大腿后面正中线 大腿后面正中线 发一条线的话 应该是东景他们哪条银呢 心银 心银 东景他们的心银 我告诉你 明白吗 那如果你要解释说 心胞筋不设穴 是因为它是心脏的 朔尾部队 不要轻易动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怎么解释 咱大腿的后方为什么不设穴呢 庞公斤又怎么着呢 庞公斤又大腿热血呢 不能去他们 对不对 所以很多问题 用大腿下的东西想明白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问题 用很多问题是很硬 为什么要说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不要去 大大人去做一些结论 学问的东西 如果你太异端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吗 譬如说东西上的学问 不要把他当一个很高尸的东西去弄他 它是一个很充满智慧的东西 但是他不是那种 那个 他在那个 那个学堂里面的东西 知道吗 对不对 他为什么在新包经 他的那个 大腿的后方那个庞公斤不设穴呢 因为他 不风险 再一个 他不需要了 如果他要设穴的话 中央线那条线 肯定是出什么精神 不设穴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毫无疑问的 我做我今天 已经相关的眼睛 我才敢说这个话 知道吗 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学脉的问题 对不对 再谈到一个气脉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这个气脉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东西呢 气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对不对 全是个有形的东西 有形的东西 它肯定要固定在一个有形的空间里面 对不对 血管啊 对不对 看到到 看到吗 而这个气这个碗 它所走的那个路线 无形的东西 它形成的空间 是一个无形的空间 那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如果硬要比气脉 找一个解剖结果的话 我会想到什么呢 磨 不是那个磨 那个本身 是磨和磨之间构成的间隙 换句话说 是晶晶外面那层磨 作为边界系统 所构成的那个间隙系统 明白吗 你说这个空间 是个实体还是个具体的 它的边界是个实体的 对不对 边界是一些磨 但是它的边界是 但是它中间这个空间 可是一个无形的空间 所以气脉这个无形的系 走在一个无形的空间里头的 所以我每次我离开广州 需要超过三天以上 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都会很想我 你知道吗 如果我离开一个一半以上 很多人就会很慌 你知道吗 如果我离开半个月以上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么多年来 虽然没有挣脑钱 但是我们叫了很多很多好朋友 所以这个朋友也是一个很 这个刚才给我打电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哥来的 知道吗 我告诉他们 每一次我出门 我经常跟我太太讲 我说我每次我出门 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都像你一样 期待我平安未来 听大家很需要我 其实从那些里面我 我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很需要 他们 不是很需要 我很需要他们 我这几年来说 如果我离不开我这些好朋友 我的成长 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事业的每一个方面 都离不开他们 知道吗 所以谈到这个气脉的问题 就想到一个空间的问题 这个呢 血脉 血是个有形的东西 它走在一个有形的空间里面 而气脉 这般是无形的东西 它走在一个无形的空间里面 如果硬要 让我给它查解脱解脱的话 它叫那什么呢 它是以磨做便便即通 但是不是磨管 是磨什么有形的东西 这个磨和磨之间 那种 周身内外 上传下达 这些渗透 到处渗透 那些磨之间的间隙 那应该是气脉所在的一个 勉强的东西就算吧 知道吗 你看没有 这个谈到气脉和血脉 谈到的空间的问题 等下 我是导臨用作的一个衍生 你知道吗 再一个就是骨鼠 骨头表面 骨头也很可怕的东西 你没有研究过骨头 骨头表面 骨鼠就跟骨头有关的那些部分 对不对 这都是中医的术语 对不对 骨头表面有改变吗 对不对 骨头里头有改变吗 也有中心 还有那个骨头里头有落脉 骨骆 有人研究这个骨骆 对不对 研究骨骆 骨的落脉系统 也研究这个东西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皮肤 精心 血脉 气脉和骨鼠 这中医对人体的解剖 什么都划分 那么它都对了 现在医学对人体的 一些实体解剖的研究 你看皮肤都跟皮肤有关 精心和肌肉系统有关 血脉跟血管有关 气脉跟那些筋肌膜有关 对不对 也是膜嘛 骨鼠跟骨骆系统有关 对不对 但是它是两个系统 中医在划分这个解剖层子的时候 它是整体的去看着 当在西医眼里头 这一条一条的肌肉 到了中医眼里头 它就认为 这这些肌肉都是一回事 都是胖子精 它这么去看明白吗 这就很好玩了 我为什么要讲它的这个 它的五体是解剖层子 解剖层子呢 因为我要表达一个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要表达什么事情呢 我要表达这样一种事情 中医的一句话 叫有住内地行不住外 对吧 里面有什么事 外面就表达出来了 对不对 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句话 因为我前面说的那句话 你只要懂得顺从 去发现 去找到它的规律 然后你接下来的一切都好办 不需要医生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 就要去顺从有平 对不对 那么 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改变 反映到体表来 会反映到什么程度上去呢 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心脏不好 如果你心脏不好 我认为 内在的心脏的病片 它反映在体表的真相 会反映在每 它会同步的反映在 这五个东西当中去 有没有 在皮肤表面也会有反应 特定的反应 精心也会有 血脉气脉和呼吸都会有 没办法 它是同步出现的 我们再放大一下一个整体 这在一个人的整体上去看 对不对 我再放大一下一个人的整体 这是把人当整体 我再放大一下一个 什么考察的对象 一个人 一个个体的人 他就有这么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在一个个体的人 他生活的环境 小环境 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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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大环境 生活的更大的环境 是天生之间 对不对 有些东西都会同步出现的 换句话说 当一个人有心脏病的时候 你会同步的在很多方面 发现他的异常的现象出现 在人体里面 皮肤精精 气脉血脉部 都有问题的 都会发现 对不对 你在他家里的摆设 风水方面 会发现同步出现的 明白我在讲什么 他们之间 不能说心脏病 我个人感觉 说心脏病 这个人讲心脏病 这是哪里引起来的 当出现心脏病的时候 同时 他在各个层面上 都同步的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信息 我身上认为人 这些异常的信息 实际上没有一个关系 他同步的 他同步的病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 喜欢扎 胡中华老师的那个鼓子 胡中华博士的那个鼓子 在皮肤去做文章 也能解决很多病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些人 你像我那个学弟 就是我那个学弟 这个这个 这个 吴医生啊 他喜欢去弄一些 砸肌肉 他也说 我治疗面当面也不痛啊 我也不仅仅治疗那个 这个疼痛啊 这个我相信 对不对 有些人砸了血管 有些人砸砸 对到磨儿下手 有些人 专门刺激骨膜表面 对不对 第二掌骨 这个哪些 全体 用全体调法的事 我就是 找鸭重点 找骨膜 骨膜表面的鸭重点 我就评那个鸭重点 不是在骨头面上做文章吗 为什么都会有效呢 因为 它的前提就是 当一个内在问题出现的时候 它同步地出现了 很多出现的一些信息的改变 你问吧 包括它这方面都有问题 你很难讲 谁的一模 它是同步出现 它是并性的 我认为它是并性的 很难讲那是因那是果 从哪个问题上下手 都会解决问题 它没办法理解 其实我个人可能有偏颇的 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这里面 这个有高手 我是说外航话 我是这样去认为的 为什么不好的风水 换一个人去住 他就没事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不好的风水的布局 跟它内在中 没有产生的反应 对不对 它没有产生的反应 当然不会出现问题了 对不对 没有产生共同的脾气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句 我要给大家交代一下 如果心脏病的病人 它在每个中间都会做一一场 那么它在哪个中间一场的机率最高呢 当时在血管的中间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中医讲心中血脉 对不对 心脏本身就是血管 对不对 心脏不就是血管吗 对不对 血管是一些管道 比如说动脉 静脉 联动一圈 一个不逼的系统 心脏只不过是个特化的 一个血管而已 要不是出个腔吗 对不对 它模样不一样 它就这个血管 对不对 它的组成都一样的嘛 所以说心脏病了很多病人 它表现在血脉异常方面 比较多一点 明白吧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是这样去想问题的 对 虽然它们走过的出现了很多程度上 但是 它也 会有一个特意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杨老师比较得益的 那个 这个五体的变成治疗 对不对 病载精 自制精 病慢慢 测试慢 病载精 自制精 有道理 这个杨老师也是很得益的东西 杨老师在地方又有新的发挥 对不对 我昨天 我开课题 前几天给杨老师打电话的时候 我电话里头 我用手机打了 你知道吗 一打电话 杨老师就讲了 很开心这些东西 杨老师在他研究的理论里面 他是不断地精进的 所以我再有一次跟杨老师谈 电话里面聊天的时候 其实我都杨老师说 我就发现杨老师有个特点 杨老师的学问 你看 他是一路精进 他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总是有一些很新鲜的想法 他没有停止过 你看他当年29岁的时候 他的深究精卑 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不对 欧险佛康的升级 升级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个学问家 无论说他 他的学问怎么样 但是你有这样 保持这样一种旺盛的生命 的激情去做你的学问 我就要这种热爱 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得了的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也给大家讲 这个 在那个层面上去解决问题 明白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呢 前面我给大家举例子 如果鲁县小业增生了病人 有一个人就问过 鲁县小业增生了病人 有一个人就问过 鲁县小业增生了病人 有一个人就问过 鲁县小业增生了病人 对不对 如果鲁县小业增生了病人 对不对 那么被增生了 我去教给你 我说你 师父你的胳膊出来 你把你前厘增生了 你前厘增生了 对吧 王老师这个地方 你现在捏一下 好像就提表了这些皮肤 皮肤下面捏一看 很多很多的空性小业增生 不是肉 这个房子是皮下 皮肤下面的 就是个前厘增生的东西 去解决 为什么 这是鲁房的这种病变呢 在提表了一个特定反应 对不对 他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讲了 他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 钱币我就不讲了 钱币有很多 现在为什么出现在 钱币的心包间 我也不讲了 我要讲的是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 皮下 皮肤这个解剖腾腾上去 我要讲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 后来 后面我会讲 他会在这里找到 这个部分 在那个钱币找到 这个 异性 为什么会在心包间上出现 这个大家不谈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他这个东西出现在 这个皮肤下面呢 大家看一下 乳房的这个器官 实际上 它这么隆起的一个乳房 它的解剖腾就是浅积膜 它没有到肉里头 你知道吗 它的隆起 但是它是皮下浅积膜的 在这个层次的一些问题 它虽然说 能够出现的 同步出现的 它们一个皮肤 同步出现的各个解剖腾腾 但是我认为 在它 同样一个解剖腾腾上 出现的继续对战 对象心脏病 对不对 它容易在血脉方面出现问题 一样 那么乳腺材败增生的 在这里容易 这是可疑的 对不对 所以我交给我的病人啊 说你们每次来月经之前 你就把这个痛症捏了 你就捏哪里捏哪里捏了 你捏几个点就不疼 就没事了 脂肪就消失了 还能说效果吗 有效啊 就消失了 每次来月经 一下鲁房上风中的捏 捏了捏了 鲁房就不疼了 到这样有一天摸 摸着这个地方捏了都不疼了 那就是 那些块都没有了 很简单的方法 明天一种辅助 大家明白吗 我这样说 它到硬降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有了一个像 但是它的封部的层次不一样 它体现的不一样 明白吗 大家再看一下 他们使用在那个书里头 同样的一个穴位 就像手上才有很多穴位啊 对不对 中间穴 中间穴 看一下啊 鲁房子 鲁房子 这个地方很浅的 一两分就扎到骨头 对不对 在这么一个浅的一个 一个 我扎二分 同样是这个穴道 我扎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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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扎一分二分 扎连什么呢 这就是不同的解剖组织 是 明白吗 我刚才讲过了 同样是个病 它的病理性 可以同步的出现在 不同的解剖组织上去 同步的出现在 但是 但是 它总是在某一个解剖组织上 有刻意性的反应 你明白吗 我先调查这种事情 你看 我们都是很精细的去把握 它的每些细织 明白吗 如果这样做完的话 就完成这个东西出来 如果总终他和我做完了 我模仿就做不出来 因为他 对不对 如果我不讲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看一下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就像说 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多简的小东西 对不对 这个树的问题 我说你在哪上的路一样 我就把这个树在那里头 你看到 你也不知道我在弄什么模仿 我照相 抬过去都没有用 我用了树 树你怎么看呢 那我肯定会有树 对不对 你没办法看 但是你要了解它的树 所以树就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 细微地去把握一门许论 能够做得更加精确 我觉得 在当今 为什么我们的传织 就是没落 因为 我们这个队伍 我们做不到 精确针灸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针灸 非常呼唤一种 精准的一种 精准的一种 和精准一种 什么精准的 在你面上 精准的能够做到 所以很多病人 当然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病人了 对不对 很多病人我也做不好 但关键一点 这个病人只要到我眼前里以后 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转断手段 所以我们在动手之前 我基本上就可以去做 这种转断手段 就去做 这种转断手段 这个努力了很多年 他有点小小的技术 做一个医生 你千万不要说 努力努力到最后 我牛就到 我什么也都可以 什么也都可以 你就是这个 雇物做饭的专科 开了专科 你是雇物做饭的一个专家 再怎么赞助 你医生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你都做不到 每个面子都搞 对不对 如果我要开误作化的状态 我会怎么就做呢 我看到病人 我一方面看了一下西医的简单 另一方面 我主要一方面看了一些西医的检测的结果 最关键最关键是我要靠自己的手和眼睛去判断 然后看完以后 我可以说 这个我可以跟你们知道 这个你可以回家跟你们知道 我是这样子说 因为每个医生要真做不到 就好 每个病人 但是如果你能做到 这个病人你能做到 你解决它 你多少次能看病人 最后的 最好的预告 是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良心 我觉得是这样子说 那咱们去找到这个目标 就是全体现在这些经济的特别 大家明白吗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大家看哪些东西 明白吗